前两天美国赛百位食品中竟然含有鞋底成分的消息引发了众多食客的关注 食品添加剂成分藕蛋二甲鲜案进入了大家的视线 这两天星巴克也沦陷了 藕蛋二甲鲜案究竟是什么 对健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我们常形容一件事索然无味叫胃同嚼辣 可是我告诉您 这样一款制作精美的汉堡可能会含有鞋底的成分 胃同嚼鞋底会不会更恐怖呢 今日呢星巴克总部就回应 它的汉堡里面含有藕蛋二甲鲜案 也就是制作鞋底的成分 面包一种东西的话 最好还是不要有吧 如果一定要有的话 也得要控制好量 资安中国法律的控制吧 应该就是 不应该采取那种双重标准嘛 中国是合法的 但其实我觉得它在美国应该是不合法的 就应该采取国标 国际标准嘛 藕蛋二甲鲜案通常拿来作为 橡胶鲜底和瑜伽垫的原料 能经理工大学工学博士 刘孝恒教授告诉记者 藕蛋二甲鲜案 具有氧化和漂白的效果 通常添加在面粉中作为增精剂 加强面筋的弹性与韧性 实际上 藕蛋二甲鲜案 是化学发泡器中的一种 它本身不致癌 但其在高温分解过程中 可能会产生致癌物 氨基尿 化学物质的安全性问题 我们可以这样的理解 就是说它的安全是相对的 它的不安全是绝对的 就像这个核蛋 艾甲鲜案等这样一批 这个添加剂 那么呢 应该说不佳或者是少佳 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新加坡澳洲日本等国都已经禁用该物质 欧盟也很早就禁止 藕蛋二甲鲜案作为面粉处理器使用 但美国巴西加拿大以及中国 则允许系在安全范围内使用 除了赛百味 麦当劳 西巴克 汉堡王和超市里卖的绝大多数面包中 都含有这种成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99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 藕蛋二甲鲜案可能诱发哮喘 对很多的物质的这个有害性的这个认识 只是一种估测分析 所以我们应该是辩证一看 不必过于恐慌 都说食品工程是良心工程 每当我们拿到一样食品 看到它外包装上复杂的化学分子是添加剂 我们想知道加的是什么 有什么作用 对我们的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我想我对一个食品的关注 除了它的口感 更重要的是它的安全性 江苏城市频道